我们来看课本的第61页 首先我们先来看课本61页 没有课本的同学 你就直接看老师现在影片上的课本 首先我们来看常见的酸和减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之前有讲过什么是酸和不是减 如果有印象的同学 你一定还记得 就是我在课堂上有说过 你会发现酸都一定都会在水中会解离成氢离子 减的话一定在水中会解离成什么 氢氧跟离子就是OH- 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实验 题目它这边写说 柠檬喝起来酸酸的 所以像汽水啊醋啊 这些都是酸性物质 氨水味药啊肥皂这些都是减性物质 摸起来滑滑的 OK所以我们来看它这个实验它怎么做 首先它有ABCDE五个试管 在A里面放了5毫升的 盐酸就是HCL 好 E里面放的是什么 氢氧化那NaOH 然后呢其他BCD放的是什么 B就是放了盐酸再加上水 OKOK那C是完全只有放蒸溜水纯水 然后D就是氢氧化那再加上水一滴的氢氧化那 所以我们来看它做了什么事情 它把它滴在把这五个试管分别滴在广用式子上 然后去看它的颜色会是怎么样 好所以我们直接看结果 好A氏管 滴出来的颜色用式子的颜色会是怎样接近1.0的颜色 OK那B氏管就接近2至3的颜色 所以你发现就算只有一滴的盐酸 它还是怎么样 呈现酸性 好 E氏管 你就发现它就是碱性的 然后 弱减 OKD氏管它就 它碱性没那么强 可是它还是碱性的 那C氏管纯水就差不多是在7左右 所以我们发现 酸性跟碱性 我们可以用式子去表示 好 那我们在这边 我们讲到酸的时候 我们就要来提到就是说 酸里面 OK好 你们有看到这句话 酸中必有氢离子 好 这是以前我老师 以前的老师跟我们说的 OK 给我们一个口诀 酸中一定会有氢离子 OK 所以请你写一下酸中一定会有氢离子 这我们在之前的上课的时候有讲到 好 所以你们要看稍微看一下 底下的 它的这边写的共通性 电解质在水溶液中可以解离出氢离子者 怎么样 称为酸 所以以后你只要发现溶液中或是水中有氢离子的 有氢离子的一定就是酸 所以你看盐酸 它里面有氢离子 这是什么 这是醋酸 醋酸也是有这个醋酸 醋酸也会有氢离子 只不过我们知道醋酸是弱酸 它的氢离子会比较少 可是还是有 OK 好 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说酸里面会一定有氢离子之后 我们来稍微给你们介绍一下 以下不同的 OK 好几种 有好几种 不同的酸 好 昨天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 盐酸 盐酸在水中会有解离成两种离子 一个叫做氢离子 另外一个叫我们离子 叫做 氯离子 氯离子是带 负电的 OK 负电 所以一个正一一个负一 它们就互相balance 就是平衡了 OK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几个重点 首先 氢 盐酸在实验中常常用 那它是没有颜色 OK 而且它是有 它 你放到空气中它会会发一些酸物 好 再来 盐酸 你有没有看到它瓶子是用什么颜色装的 深色的瓶子装 为什么 因为它不能用像这种 强酸都不能在它阳光底下照射 所以工业用了盐酸它呈淡黄色 OK 通常拿来清洗金属表面 好 再来 我们也有说过 盐酸其实就是你的胃酸的主要成分嘛 这个我们其实有讲过 所以好 这几个重点稍微你把它发现一下 好 再来我们下一个 硝酸 硝酸也是无色的液体 会腐蚀皮肤 这个我们都知道 好 好 再来 受光照之后会产生红棕色有毒的二氧化蛋 OK 气体 所以我们必须要怎样 用深色的玻璃瓶装起来 可以减少阳光的照射 好 再来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是 硝酸也是重要的原料 通常拿来制造怎么样 制造炸药跟肥料 OK 所以像如果你有在常在玩游戏的话 你会发现 常常看到炸弹上面都写什么 TNT OK TNT里面的N就是指硝酸的意思 所以 请你稍微也注意一下 就是 TNT其实就是炸药 那硝酸我们通常会拿是制造炸药的原料 好 请你也在这边写一下 硝酸在水中会解离成哪些离子 请你把它写出来 这个我就不写了 因为我们上课有提到哪些离子 你自己把它写出来 OK 再来 硝酸之后还有一个是硫酸 这个我们实验有做过 硫酸好 一样 请你写出 它会解离成 拿两个离子 自己写 我就不写了 好 然后我们再来画几个重点 硫酸一样 朴实性极强的无色液体 你有没有发现这些液体都没有颜色的 OK 再来 它沸点在300度以上 有强烈的脱水性 可以使这糖等碳水化物脱水 所以还记得我们之前做的实验 我把硫酸滴在什么 白纸上 它白纸会怎样 变黑 OK 所以 为什么会变黑 因为它有脱水性 什么是脱水性 它会变成黑色的碳 我们稍微讲一下 什么是脱水性 来水是什么 水是H2O 好 我们先来看 碳水化物 只要是碳水化物 一定是C6 H12 跟O6 好 你有没有发现 什么是脱水性 当我的碳水化物碰到盐酸 不是盐酸 碳脱脑 浓水酸之後 它会具有脱水性 脱水性就是把水带走 水是H2O 所以 你有没有发现 六个H2O 让我今天有六个H2O 的时候 就是H12O6 就是这个东西 它会把水完完全全带走 所以我们叫做脱水性 留下什么 留下碳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 它会让碳水化物脱水 OK 会变成黑色的碳 所以为什么我们那时候做实验 滴硫酸之后 你的白纸会变成黑色的 好 这是它的重点 再来 还有一件事情 硫酸在稀释时会放出大量的热 OK 所以而且它的密度 就是密度比水大 什么意思 就是 硫酸的密度比水大 就硫酸比水重了 放进去还会沉到底下 所以必须像图片这个样子去怎么样 当你去稀释也算了 必须像图片这个样子去稀释 那我们上次有做过 示范给你看嘛 必须要怎么去 稀释硫酸 我也有做过错误 我示范就让你们知道说 如果你用水直接倒在硫酸上 还会喷起来 OK 所以这一点 你们以后如果有做实验 一定要注意 OK 若是你看这个是他讲的 若是将水倒到硫酸中 容易使硫酸喷溅而出 避免造成危险 OK 所以 好 所以这是这几点是硫酸的一些重点 那再来就是硫酸的运用很广泛 OK 所以我们常常会用到硫酸 它常常是制造什么 医学药物 还有染料啊 医料啊 造纸 还有我们的电池里面也会有一些的原酸是常见的工业原料 所以你要记得 OK 好 再来 所以你看他这边有讲到浓硫酸的脱水性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做过的实验吗 OK 只不过我那时候我是用纸 我不是用糖 你放到糖里面的结果也是一样 你会发现浓硫酸碰到糖之后还变黑色 因为糖本身就是碳水化合物 所以它会有具有脱水性 把水带走只剩下黑色的碳 OK 好 所以像这些也是一些实验 当我用浓硫酸如果去加热它 不对 浓硫酸去放到纸上还会变黑色 那吸硫酸 那如果你拿吹风机去吹一吹 它会怎么样 会有字出来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这个实验 那当然你找不到 可能加热一般不容易拿到硫酸了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个简 一样简中必有氢氧跟氢氧跟 OH付 请你再写一下OH付 氢氧跟离子 OK 只要在溶硫中 你有看到有氢氧跟离子的 那它一定就是减 OK 所以我们来看它的要点 一样电子也只是在水中可以解离出氢氧跟离子的称为 减 OK 称为减 好 所以像这个 氢氧化 那在水中会有 氢氧跟离子 所以它是减 氨水 OK 氨水 这是氨水 前面的这个是氨 后面的这个是水 氨加水 你会得到氢氧跟离子跟氨跟离子 所以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氨加上水 前面是氨 这个是水 放到水中 所以它会有氢氧跟水 它是碱性 氢氧跟碱性 好 所以一样我们再来看 好 氢氧化呢 首先一样氢氧化呢 请你自己写 会产生哪些离子 自己写 再来 我们看一看它的几个重点 氢氧化那是白色的固体 然后我们又俗称 烧碱或科兴碱 这个知道就好 我不会考科兴那了 我们不会考 这个 中文我就不会考的太难 那 一样它具有一些腐蚀性 溶解在水中会放出热 所以 我不知道 我忘记我又没有给你们 摸过 就是我把氢氧化那放到水中 水会摸起来热热的 OK 所以还放 因为它在水中会放出热 好 所以 放在 如果把干燥的氢氧化那放在纸上 它不足几分钟就会变潮湿 因为它会吸收 怎么样 氢氧化那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气 跟二氧化碳变质 OK 所以必须盖起来 密封起来 OK 常用来做肥皂跟人造丝 然后再集结听话一下 再来氨 氨一样 请你写一下 氨 融到水中 所以我要加水了 加上H2O OK 融到水中会 解离成两个离子 分别是什么离子 请你自己写 OK 剩下的我就不写了 剩下我就不写 好 所以一样几个要点 把它发现一下 氨是无色 可是它怎么样 很臭 OK 你们有闻过吗 OK 它很臭 有点像妙味的味道 OK 所以 氨是无色 且具有臭味的气体 它跟气体反应 氨气反应会产生 烟雾状的氯化氨 那这个我们知道就好 那氨很容易融于水中 所以我们称之为氨水 具有弱减性 OK 这些你要知道 那氨水稀释之后 可以作为清洁用 OK 所以氨 而且除此在氨水 也可以制造肥料 这几点请你化解 好 再来 氧化钙 氧化钙一样 融到水中 请你自己写 融到水中就加水 OK 加水 加水之后会 解离出 哪些离子 请你 写一下 OK 好 再来也是一样 请你化线 氧化钙 通常是白色的粉末 俗称石灰或生石灰 OK 那跟空气中 一样很容易跟空气中的水蒸气 吸收 然后所以常常作为干燥剂 好 那这边其实也已经给你写了 氧化钙融在水中 会一样会放出大量的热 会形成碱性的 氧氧化钙 所以一定会有氧氧根出现 好 所以这些请你一定要记得这些重点 那可以跟二氧化碳反应成产生白色的碳酸钙 所以如果你要像有些人做实验他要知道说我这个实验里面有没有二氧化碳我就拿碳酸这个氧氧化钙去做实验首先怎么样 氧氧氧化钙可以跟二氧化钙反应变成碳酸钙 所以如果他你的实验中有二氧化碳 他就怎样变成氧氧氧 好 剩下的请你自己平衡 剩下的你自己去写应该是什么 自己想办法去查一查上网查 Google也可以找得到答案 所以这是碱性的氧氧化钙 好所以后面还帮你整理了一些 整理了一些 就是我们把这两个部分看到的东西都整理一下 所以你看酸会有氢离子 碱会有氢氧跟离子 好 那特性 他这边都有特性都稍微写下 那举例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例子 盐酸啊 硝酸 硫酸跟醋酸 这些你一定要知道 因为我们会常常用到 然后碱的话就氢氧化钙 氢跟氧化钙 这些我们要常常 好所以我们来看立体6-3 首先我们来看 他说小康在整理实验室的时候发现 甲乙丙丁是个 标签脱落的透明液体 所以你不知道这些液体是什么 因为它透明的 看不出颜色 标签也脱落了 所以你也不知道它名字是什么 那测试结果如下 请推测加一笔的分别是何种液体 好 首先 甲瓶子 它用 蓝色的实类是指 发现是红色的 用红色的还是红色 所以我们知道甲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酸的 所以我这边写一个清离子 它一定是酸 那 光照之后会有 红棕色的气体 所以你回去看一下 OK 哪一些酸 照了之后有红棕色的气体 好 你就知道答案是什么了 再来 乙瓶子 一样红色红色 所以想也不用想 你就知道它一定是酸性 OK 会使方糖变黑色 啊 这个我们刚刚都有讲 所以 这两个你一定要知道它是什么 酸 再来乙瓶 蓝色 十类似的蓝色 红色十类似也是红色 所以还一定是碱性 OK 所以丁也是碱性 好 我再来我们看哦 无色 可是具有什么 具有刺激性的臭味 嗯 这个我们刚有讲到 就很臭的 有妙味 OK 好再来 丁 放入通路二氧化碳之后 会有白色的浑浊形成 浑浊物形成 那这个我们刚刚也有讲 OK 所以往回看 所以你就应该要知道ABCD应该是哪一个 自己 找出答案 我这人就不给你答案 这是立体3-6 OK 所以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